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中市太平区一位高龄90岁的文姓老翁走失在中山路四段附近,新平派出所一名俯从警校杰逊25岁女原警发现先行代反派出所安置,透过派出所于李林常见立之LINE群组终于得知老翁大致的住处,便带老翁挨家挨户询问,终于找到其家属。 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警员柯一华,黄玉祥昨日下午二点多执行巡逻情物,巡经中山路四段沿线,忽然发现一位老翁步履满山的走在路中间,女警柯一华赶紧上前搀扶到路旁,另一位远警自后方指挥往来车辆改道,避免发生意外。 因老翁疑似失智症状,对于自己身份及住处无法清楚表达,遂先行代反派出所安置。 起初原警透过人脸辨识系统人查无私讯,当时女警想到派出所均有余礼,林常见立LINE通讯群组,于是将照片PO文字群组不久即得到回应。 原警开着警车到该处挨家挨户询问,终于找到老翁旧处,当时还发现一段小插曲。 老翁的家属看到女警刚毕业且这么热心,还热心地表示要帮她介绍男朋友,让科姓女警害羞直说,谢谢啦,不用客气,表示只要老爷爷平安就好。 所长廖文雄表示,科姓女警刚从警校洁训,1月初才分发到新平派出所服务,非常积极经营警情区工作,学习速度很快的他容。 入外勤生活,人缘相当好,其次年关将近,警方也将持续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及为您服务工作,希望民众顾好年。